大家好,我是罪影,现在据我们的拳荒202凤鱼再起夹翘把他对决解说 现在一批八神,二批卢卡尔,我们来看这套的对决 卢卡尔首先来一波 八神也发起了波,连续 卢卡尔再来波 双方是拼起了CS 用八波来对抗 八神与抖起 红一下,一条15连 卢卡尔再裸着大招,没打中 八神再上巴之女,继续再轰一下 再轰 现在卢卡尔胜血不多了 卢卡尔这种无脑的抓是不行的 现在来看第二场,会不会改进一些 看着它轰完 轰完上去 八神进攻依然猛烈 轰完爆气,八神逮他一下 雷光拳打中,掉血很多 不过这个雷光拳 八神薛风接起来 但是没接连招 还是被红王一屌踢死 现在来看第三场 第三场,一批的卢卡尔出场了 这卢卡尔简直是神一样的人物 在这个灵儿里面 超过去 好,踢一下 爆气 爆气后再来波 从网上抓起来 上去再踢 诶 卢卡尔没有动啊 又被抓 现在变小 变小以后暴击 又终于雷光拳啊 继续来波 连续的来波 裸抓大招还是没抓到 现在卢卡尔情况不是很好 血量没有优势 来地波 来大招隐藏地杀 但是还是被红弯废掉啊 AB闪是闪过去 打中了 这卢卡尔只会发波吗 难道 连隐藏大招都上了 还是没赢 现在继续下一场 看猴子出场 诶 这个猴子很犀利 诶呀 红弯来了一个电球 但是被猴子打掉了 雷光拳没打中 猴子继续踩 上个大旋风 红丸你这一招是跟他对不过的 敢跟猴子对大招 我也醉了 现在看七加射 已经是最后一场了 极星道 好 七加射爆气 哎呀 岩浆拳还是被废 两次岩浆拳都没出来 猴子疯狂连起 猴子再次进攻 刚一下 这次出来了 大招 不是岩浆拳啊 现在继续扔起 现在继续扔起 再刚 这一次 七加射情况不是很好 好托马斯 还是被猴子踩死 这次出来了 这次出来了 这次出来了